各位,大家好,你们可以叫我Kathy 我今天会和大家分享我的工作 以及为何想做科研,究竟科研是什么 我今天会和你讲一个故事,就是关于心脏在生 为什么我会有兴趣做心脏病呢? 其实因为心脏病在过去30年都是头号杀手 很多时候有心脏病,它都是医不了的 因为我们的心是不会再生,不会收服 心脏会慢慢衰退 我们就希望用一些新的方法 令到心脏病是可以治愈的 现在很多药只不过是控制它的蔓延 减低它衰退的速度 但其实心脏病很多时候都无法治愈 还有很多时候可能是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失了条血管,然后又中风 都是其中一个心血管的疾病 我们再讲一下我自己的实验室的研究内容 我的实验室其实是做几方面的研究 就是心脏病或者心血管的疾病 包括动物触样硬化 动物触样硬化 高血压 高血压 血管瘤 和心脏病 这是一些心脏病或心血管疾病的类别 我们也有兴趣去研究和糖尿病有关的心脏病發症 因为很多时候糖尿病一个最大的病發症 都是心血管的疾病 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 尤其是现在很多人 全球来说10个有1个有糖尿病 中国人来说4成的人口都有前期的糖尿病的问题 很多时候他们都会有心血管的疾病 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 究竟如何解决这个病發症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研究 就是如何利用免疫学去看心脏病 心脏在生这个问题 是源于我自己博士的时候 是读免疫学 所以也很想用这个角度 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这个疾病 我最后也会和大家分享一点 我想说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心脏病这么严重呢? 就是因为人的心是不会在生 和很多其他器官 例如肝脏 肝脏你可能切了一点 它都可以生出整个肝脏 但是心如果一受伤 他们心肌细胞是不能在生 可能只会有一些补救的方法 但是就是不可以医治 所以因为其实最主要原因 因为心里面就没有钢细胞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仔 有没有听过钢细胞是什么? 有多少人听过? 可不可以举一下手? 没有? 其实就是一个钢细胞 就是一个最原始的细胞 它可以变成不同的细胞 如果一个钢细胞可能会变成 会变成一些心肌细胞 因为我们说心脏不会再生 如果我们用钢细胞的技术 可能可以变成一些新的心脏细胞 另一个原因 为什么心脏是不懂得再生 或者不懂得修复呢? 因为我们自己的心脏 那些细胞 尤其是心肌细胞 是不懂得增值的 Poliferation 如果只剩下没有受损的 可以增值的话 可能也可以修复 器官 例如肝脏 肝脏的细胞 其实是可以增值的 所以为什么 一个肝切了一点 它会变成一个 主要就是因为肝脏 那些细胞是可以增值的 这两个就是 在心脏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为什么心脏病 到现在都医不到 那我们主要的研究工作 就有两方面 一就是用细胞治疗 就是刚才说 用钢细胞剩下的心脏 细胞油 这是一个很理想的工作 大家都会分享一下 这个工作究竟是否成功 还有我们也会说一下 除了用钢细胞的技术 其实我们也希望 我们自己的心脏是懂得再生 所以会研究一些方法 看看如何令到 我们自己的心脏是懂得再生 那我再说一点 我为什么会做科学家 这里停一点 是因为我想介绍 我自己的研究之路 其实我在2000年的时候 就在中文大学读本科 我读完我的本科之后 就发现自己很想做研究 所以我就去 尤其是我最后一年 就做了一个最后的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的研究 里面提到用钢细胞去医病 当时是一个很早的一些想法 因为其实没有一个病 是可以用钢细胞医的 只不过觉得很有趣 钢细胞可以变造很多不同的細胞 我自己去了英国 因为香港没有做这方面研究 我去了英国牛章大学 跟了这位导师 Herman 他在英国牛章大学 主要是免疫排斥的 因为钢细胞有很多种 我读书的年代 就没有现在的有道性钢细胞 其中一种钢细胞是不会排斥 我读书的年代没有这种细胞 我们读书的年代的钢细胞 全部都会排斥 排斥你们听不明白 即是好像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那种排斥 因为它是另一个人 我们的钢细胞在另一个人 所以我就研究一下 如何可以用免疫学的方法 令到这些钢细胞不会排斥 所以当时我就跟了这位老师 学一下如何种钢细胞 如何令它可以做到细胞治疗 以及如何令到这些钢细胞是不会排斥的 然后我就想分享一下什么叫钢细胞 刚才问同学是否没听过 其实钢细胞有很多种 最容易大家经常听到的就是骨髓移植 骨髓移植里面为什么会有用呢 其实因为骨髓里面是有钢细胞 这个就是其中一种来自我们自己身体的钢细胞 也有其他的钢细胞 例如杯胎钢细胞 大家有没有听过 就是从杯胎里面弄一些钢细胞 那个就是另一个人的胚胎 因为胚胎是另一个人 所以用那些钢细胞 我读书院年代就去到这里 就是一些胚胎的钢细胞 所以他们是会排斥的 就好像我们这个器官移植 最后一个就是有道性钢细胞 我自己身体的任何一个细胞 都可以把它变成钢细胞 其实这些技术全部都是诺贝尔奖的技术 我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 大家是不是真的没有听过 就是这三种钢细胞 自己的钢细胞 骨髓这些有没有听过 骨髓的钢细胞是有的 另外两种的钢细胞是没有听过 另外两种就是 一是杯胎钢细胞 一是自身有道的钢细胞 这些都是一些诺贝尔奖的技术 例如这个杯胎钢细胞 其实就是在1981年的时候 在英国有一位科学家 就叫做Sir Martin Evans 他就发明的 是当年他拿了 在2007年就拿了诺贝尔奖 其实他就是在杯胎里面提一些细胞出来 那些就是钢细胞 钢细胞的用处是将它 因为钢细胞是你会觉得它变什么都可以 就是我可以将一粒钢细胞变成头发 皮肤、眼睛、心脏、肝壮 你想到的器官 除了Presenta之外 都可以做到的 所以钢细胞就好像对于细胞移植是很有用的 那接着呢 它的来源是什么呢 其实它的来源就是 come from 一个使管婴儿 因为有些 可能因为有些不育的问题 他们需要越通过使管婴儿这个技术去生婴儿 这样呢 这个钢细胞 其实就是come from 一个 叫做test tube babies 在test tube里面有fertilization 这样就会有做了一些早期的杯胎 那为什么会有钢细胞呢 给我们做研究呢 是因为很多时候呢 在这个做使管婴儿的时候呢 妈妈可能都需要在短时间里面 要做很多瘦精卵出来 其实一粒就已经够了 那剩下的那些要做什么呢 有时那些妈妈可能会冲起去 或者是捐出来做研究的 所以其实呢 都会引起一种叫做伦理的问题 因为呢 究竟如何 define 一个生命 什么时候开始呢 大家有没有 各人可能有各人不同的解释 如果你觉得在使管里面 那个杯胎已经有生命的话 那有些宗教或者有些 主要是宗教的人士 就会觉得我们在这里摧毁了生命 那所以呢 为什么最早期的杯胎钢细胞 其实都会有些争论 是会有这个伦理的争论 因为就是说 关于究竟你怎么样去 define 一个生命的开始 究竟是这个杯胎的时候 已经有生命 还是他的老发育了才有生命 究竟什么时候有生命呢 各人的 definition 都不一样 所以呢 之后为什么 有些人都是很抗拒 不再做抗细胞了 尤其是在美国的时候 某位总统 就已经stop了 我们不可以再做新的 那个杯胎钢细胞出来 因为就觉得有伦理这个问题 那我 就是我读书的时候 就只有杯胎钢细胞 之后呢 其实就发明了 另一种钢细胞 就是为什么会有自身 人老有道的钢细胞呢 就是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钢细胞 自己做自己的钢细胞 这个呢 也是另一个诺贝尔奖的发明 其实就是come from 2006年 有位科学家就是Yamalaka 就发明了 用四个因子 就可以将身体 大部分的普通的细胞 变成钢细胞 这样呢 他在2012年 就拿到諾贝尔奖 这个发明其实很重要 因为有两样最大的问题 在杯胎钢细胞有问题 在有道性的钢细胞就没有了这个问题 第一就是伦理问题 因为他不是第二个人 是自己的 所以我们自己有道出来 就是不会是一个摧毁 另一个生命的概念 另一样最重要就是 因为你是自己的 那便没有了排斥这个问题 不会有免疫排斥 不会有移植排斥的问题 所以这两个最大的问题 已经解决了 所以很多时候 比较新的研究 都会想用这个有道性钢细胞 作为细胞治疗 那当然 它是一个比较人工的钢细胞 它跟我们真的 杯胎的钢细胞 都有很大的分别 所以呢 都会有其他的问题 但是所有的科学 都是有 不是很完美的 所以 大多数的 科学家都会觉得 这是一个最新的技术 应该是可以 拿来做一个最新的细胞治疗的工具 那我简单地介绍了 那钢细胞是什么 那就是 将一个最原始的细胞 分化成为不同的细胞 譬如我很想做心脏的 那我就可以做心肌细胞 但是你又可能 又想做骨头的 可以做胰岛的 或者是神经的 那总之一粒钢细胞 就是解决了你想移植什么器官 理论上都可以成功的 那所以呢 它就是一个 一个 细胞移植的 一个很好的工具了 听到这里 大家同学有没有问题 明白吗 如果没有问题我继续了 嗯 好了 那么 首先刚才就说了 就是细胞移植 是不是一个 可以医到心脏病的一个方法呢 那我就简单说说 究竟 将这个技术 带到医院 究竟有些什么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我刚才也有介绍过 就是如果我们用胚胎钢细胞 其实它最似人 就是最适合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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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真的是 come from 一个人的胚胎 那但是 就会有伦理的问题 也都有免疫排斥的问题 因为它是另一个人 那但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原来我们 为什么 虽然发现了钢细胞 那么久 都没有什么见过 钢细胞的医疗技术呢 就是因为它弄出来 比如说心脏病 我想我们的心 会跳的嘛 但是它弄出来的那些细胞 就是很BB 其实每个人的心跳都不一样 BB的心跳 跟我们的心跳都不一样 那 其实 将一些这样 亂跳的细胞 放在我们 是会令到我们 有这个arrhythmia 就是心律不正的问题 所以其实 暂时都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怎么跳 而它跳动 其实跟成年人不一样 所以 为什么这个 到现在都看不到 有 癌心脏钢细胞 可以用来治疗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 亂跳的心率 不正常 是会死的 另一个问题 就是 原来大量的钢细胞 即使做了出来的细胞 你放在某些器官 大部分的细胞都会死的 所以 我们就会觉得 虽然我们知道 怎样做到 心肌细胞 可能有一个应用的前景 但是 暂时科学家 都还要解决了这些问题 就是 怎样令到它和我的 就是 你摆在 人的 接触者的心跳是一样的 以及 怎样令到多数都不死 这两个最大的问题 就会令到 我觉得 可能还要找一些新的方法 去医心脏病 原来用钢细胞 都不是那么完美了 还有什么新的方法呢 我们就会觉得 除了用细胞移植之外 那我怎样可以令到 我们的心脏 可以再生呢 刚才介绍过 心脏病 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的心不懂得修复 心肌细胞 不可以增值 不可以proliferate 它亦都没有 心脏的钢细胞 但是我怎样可以用一些方法 去令到心去再生呢 这个就是我 另一个研究了 所以我发现了 钢细胞不是那么有用的时候 我就去了美国了 我去美国的时候 就去了哈佛大学 另一个 它都可以做心脏 就是一个心脏研究的中心 那这里 就看到我们的团队 我们全部都是博士后 读完博士后 读完博士的大多数 我们那个 试镜室有三十多人 有二十多个博士后 我们全部都是一班 很想研究 用新的方法 去医治心脏病 其中一个 我当时 发现到的 比较有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用mRNA 大家有没有听过mRNA 应该有 因为我们打疫苗的时候 是否都要知道疫苗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come from mRNA 你们有没有读过 什么叫mRNA 知道吗 知道什么叫DNA DNA知道吗 DNA 要转录成mRNA mRNA就会再做到蛋白 这个过程 就是为什么我们会选 mRNA 这个工具 我们其实发现了 用mRNA 是可以治疗心脏病 其实就想简单介绍一下 最初的时候 我们怎样会构思到 可以用mRNA 或者是 究竟用mRNA 怎样可以在老鼠里 医治心脏病呢 其实就是源于我们觉得 有一样东西叫血管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很多的器官都有血管 血管 大家知不知道有什么用的 你们的biology 有没有学过血管 血管有什么用的 有没有同学仔 可以讲一下 或者想一下 究竟我们的血管有什么用 每个器官都需要血管 为什么呢 有没有同学仔 可以举手说一下 不要紧要的 我们 我们 brainstorm一下 有没有同学仔知道 血管有什么用 猜一下 有没有人想猜一下 不用怕答错 我也经常答错问题 有没有同学仔 踊跃 血管有什么用 为什么每个器官都需要血管呢 是的 其中一个带有氧气 还有带什么 营养 大家都觉得 血管主要的用途就是 带氧气带营养 是不是 其实它还有另一个用途 它其实是 帮助这个器官收服 帮助这个器官增长 很多时候癌症 它的癌症肿瘤 为什么会增大呢 就是因为它有很多血管 它不断给营养 给氧分 让它增长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个 比如癌症的肿瘤 懂得增长 我们就很想利用这个概念 一个器官都想增长 我们多些血管 可否令它增长呢 所以血管 其实就是一个 增长的锁匙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 发现很多其他器官 例如肝脏 肺 骨头 甚至我们的血液 这些器官都懂得修复 其中一个原因 因为有血管 很近血管 但是心脏也有血管 为什么我们的心脏 不会修复呢 或者是否不够呢 所以我们想研究一下 究竟心脏的血管 在能在身的阶段 究竟它的血管有什么不同 虽然我刚才说 血管是 成人的心脏 不懂得修复 其实嬰儿的心脏 是可以修复的 嬰儿的心脏 是未出生的 Veto Heart 因为它们自己增长 不然它怎么会长大 其实我们人 在头出生的那几天 心脏即使是很严重的受损 都可以再生 只是成年人不行 所以我们就想 究竟 嬰儿或者Veto 那个 stage 那个心脏 那个血管 和我们的大人 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就做了一些screening 就发现其中一件事 就是血管伸成因子 一个因子 令到血管再生 原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因子 去看看可否医到成年人的心脏病 所以我们的研究的想法就是 比如说 嬰儿或者Veto Heart 和我们的大人有什么不同呢 里面他们的血管 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 发现了有些东西不同之后 就将这个东西 在一个能够再生的环境 搬到一个不能够再生的环境 想测试一下这个东西 究竟成不成功 接着我们最初就用DNA DNA其实就可以做到 这个血管伸成因子的蛋白 但是当时我们发现 咦? 用这个方法不行 为什么呢? 你会看到这个心脏 是正常的心脏 你放了DNA进去水肿 原来 放得太多血管伸成因子 太多血管的时候 血管是会漏水的 所以有很多水 就进入心脏 所以它就水肿了 即是我们用DNA这个方法不行 当时我们也是 其中最早的一批 发现我们可以用mRNA 我们不一定用DNA 所以我们就用了mRNA的方法 其实DNA就是 可以转录一些蛋白 其实需要经过mRNA这个阶段 才可以做到蛋白 那为什么我们用mRNA呢? 因为mRNA不是那么稳定的 如果你放DNA 它就是这样 很长时间都会维持 那个蛋白的水平 但因为mRNA 其实它的半生命是比较短的 它只不过是很软性 它可能表现得很高 之后就会跌 我们就想知道 我只需要trigger它开头 我不需要它经常在表达 那行不行呢? 我们发现原来这个方法更好 我们发现用mRNA 在血管生成症 至mRNA打回到心脏的时候 都可以弄到血管 但就不会像DNA的方法 那样 令到血管流水 会有水肿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新的方法 那我当时的导师 就用了这个新的方法 就是第一次去证明到 用mRNA是在老鼠里面 是可以医到心脏病 也都我们是做了一个专利 那接着呢 就成立了这间公司 叫做Moderna 其实大家今天 应该会认识这间公司 它是其中一间 是可以提供COVID-19 mRNA vaccine的一间 药厂 那我当时的导师 就是因为发现了我们这个研究 就知道mRNA是可以用来医病的时候 他就和其他科学家 成立了这间Moderna的公司 那我们都做了一期二期 临床的测试 那其实所以在大家 未用mRNA疫苗之前 我们已经知道它很安全 因为我们19年的时候 已经摆过在人身上 知道mRNA摆在人身上是很安全的 那所以最后 你们会见到我们其中一个 除了Beyond Tech的mRNA疫苗 另一个就是 come from Moderna 就是其实是come from 我们当时博士后的研究 那接着 今年 诺贝尔奖的得主 Dr. Carrico 就是最先人用mRNA 为什么他会拿到这个诺贝尔奖呢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的mRNA 那个Half Life很短 其实很多时候都不可以把它 用在细胞里 他就发明了一个技术 将这个mRNA修饰 所以就可以拿来做到医病 这位诺贝尔奖 今年去过我们中文大学 所以我很荣幸和他拍了一张照片 那这个其实 我当时用mRNA治疗的一个技术 是他的发明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 其实很少人相信mRNA可以治病 所以 其实我们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研究 就发现 其实它是一个新的工具 很多时候我们会知道 这个基因治疗有没有听过 基因治疗很多时候都用DNA 但是其实现在慢慢地 我们都会知道 可以用mRNA去做一个基因治疗 大家有没有听过基因治疗 知不知道基因是什么 基因也是在DNA 经过mRNA 经过做出来 最后做蛋白的一个过程 是的 接着我在2014年的时候 就回到香港 成立自己的团队 我们就是希望用这些新的技术 新的方法 钢细胞 mRNA 去思考一下 如何可以治疗心臟病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新的研究是什么 我以前就是 读书的时候 就很想治疗心臟病 因为他的头好杀手 接着又试过用钢细胞治疗 试过用血管这个想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 但是呢 都觉得 还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呢 就用一个 因为我自己的博士 其实是读免疫学的 那我经常会觉得 免疫系统 是一个很神奇的系统 大家可不觉得 其实很多病 看医生 其实是不太需要的 就是伤风感冒 你自己都会好 因为我们的免疫细胞 是可以令到我们自己 那个身体变得强壮 所以我会觉得 免疫细胞 也是一个医生 那我会觉得 免疫系统 究竟会不会 都可以帮到我们 拿到新的启发呢 那我就会想了 因为呢 又对比一下 能够修复得比较好的动物 比如鱼 它整个心臟是可以再生的 我们就不行了 我们的免疫系统 和它的免疫系统 有什么不同呢 还有 小朋友 你们受伤很容易就好 我们比较老的 受伤很难才好 我们的免疫细胞 其实都很不一样 其实 我们最初的想法就觉得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不同 可能就因为免疫系统 令到我们修复的能力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最后呢 就发现了 在免疫细胞里面 有一种细胞 叫T细胞 大家有没有听过 T细胞 其实T细胞 比较少的 有没有听过巨细细胞 Macrophage 它是比较多的 其实它好像一个老板 那样 就知道 他会是可以 order instructions 令到整个免疫系统运作 所以我们就在想 这个T细胞 会不会就是 可以控制小朋友的 修复能力 而我们的实验生 比较想知道的就是心脏 那我们就去改造这个 小老鼠的免疫系统 我们就把它 特别是针对某一种T细胞 就发现原来 因为老鼠和我们人都一样 初生的时候 就算你怎样搞它 心脏都可以修复 就是成人的心脏 不能够修复 但是很多时候 心脏的名字都是老人家 所以我们都会想知道 如何令到它可以修复 又是那个道理 如何将一个能够修复的 时期的东西 搬到老年人 他们不能够修复的时候 是否可以amplify这个信号 就可以帮到它呢 我们当时就做了研究 就是说 将在一个能够修复的系统 你把这个 我们觉得它有能力的T细 拿走了 心脏真的不懂修复 但是如果在不能够修复的心脏 你又放一些T细 它就变得懂得修复了 所以我们也证明了 原来免疫系统的某种细胞 都可以拿来医心脏病 那除了心脏 还有另一个就是糖尿病的血管 因为我们虽然 其实糖尿病 为什么那么大问题 它会有血管的疾病 因为它的血管 都是不会修复的 那我们也用这个免疫细胞里的T细胞 就试过去做一些研究 就发现 如果你把一个糖尿病的老鼠 给多些一个这样的T细胞 它就可以收复了 这个T细胞其实是比较特别的 它的名字叫做调节性T细胞 就是T细胞的一种 最后就想告诉大家 我们的免疫系统 除了用来打仗 除了在病的时候 有用的时候 其实都保护我们器官 令到帮助我们的器官收复 而我们最想做到的就是 如何去控制它 令到它可以令到心脏收复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很想研究到的一个工作 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就是简单介绍了 我怎样做到科学家 我们的研究内容是什么 那现在的时间可能想请同学仔 看看有没有问题可以问 好 那我们都很多谢Professor Lui 给我们一些掌声 好 其实刚才的同学都听了 就是Professor Lui 他本身研究的专业 那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的时候 也可以欢迎大家 其实是发问的 那其实我们都希望这个环节 这个活动呢 其实不是一个 单单很学术的 譬如我想问 咦 降细胞 可以做些什么 或者我不是那么了解 T细胞究竟会不会有另一个 下一个阶段 当然有些很专业的问题 我相信Professor Lui 是可以解答到的 不过我们都希望 譬如有些同学 我估计 就是我代他们发问的时候 那其实我想 很多同学 这里坐得下的 其实都是 对biology 或者对科学 其实是有兴趣 有烈性的 那其实 譬如Professor Lui 有没有点滴 可以分享给同学 其实 你怎么样 你是土生土长的 香港读书大的学生 我想你都明白 其实香港读书 那个情况 会是怎么样 那其实 会不会有些分享 你怎么可以在中学生涯 然后上到总文大学 然后一路 为什么你可以探索到自己 其实是做科研这个范围 这个路向呢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就是 很小的时候 就很喜欢科学 那尤其是 我很小的时候 入图书馆 我爹地带我去图书馆 就看到一本书 是居例妇人 尤其是这本书 会告诉我 原来女生 都可以做科学家 再做这么多女生 大家有没有想过 想做科学家呢 没有想过 其实是这么遥远的 我们身边 都有很多科学家 女生 也可以做科学家 当我看完这本书 就很觉得 我都很想做科学家 所以 都会 有想到这个方向 尤其是我读到中学的时候 好像你们的时候 我是很喜欢Biology 尤其是Biology 人的Biology 不是Plant Biology 我喜欢人的Biology 因为可以了解到 究竟 人的身体是怎样的运作 我是很喜欢这个科目 所以 我读到大学的时候 都选回一些 类似的科目去读 然后 我其实是边读的时候 才边发现到自己 是很想做这个科研的工作 因为我会常觉得 大家可能读书好 就可能只有一两个方向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都要相信自己的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那样东西 就要 就是我自己觉得 就要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东西 而不是做有用的东西 我觉得 因为自己的兴趣才会引起来 其实最大最好的老师 就是兴趣 如果你追着自己的梦想去做 成功的机会 其实会高一点 另一个就是 因为觉得 很多的病都医不了 其实 心臟病都医不了 我就想做研究 研究就可以 去用一些新的方法 今天没有的方法 去医治到一些 今天医不了的疾病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 为什么很想做科学家的原因 好 多谢 那有没有其他同学 都有些问题想问 有没有 可以问一些普通的问题 我知道 雷教授你选择了科研做你的职业 我想问你是怎么说服你的家人 去支持你 这个选择的 那首先呢 我想问回 为什么我要说服我的家人呢 是不是因为大家觉得 爸爸妈妈是想我们做别的事 因为我会觉得 刚才我也有简单地提到过 我觉得我们要追着自己的兴趣 追着自己的梦想去做 我又很幸运 我父母从来都没有说我要做什么 她只是觉得你想做什么 做什么 我就知道自己很喜欢某些东西 例如human biology 所以我会想做一些 我经常都很有趣 我不喜欢做别人做过的东西 我只想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 所以科学家就很好 我是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东西 我是全世界第一个看到这个现象 我是喜欢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也是因为这样去继续做科研 但我真的没有一个需要说服父母的经历 但我会觉得你们可以告诉父母 我想做 我想 我觉得 因为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这个motivation是你一定要有 不然就很难成功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 会不会 不一定限定很学术的问题 我经常都觉得 因为Professor Lui都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其他点点滴滴 作为一个 一个成功的 在科研上的学者 是吧 不过当年都像你们那样 都是学生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 是 平时除了做研究 还有没有做其他东西 我们科学家给你的感觉 是否经常都躲在桌上 其实也是一个人 我们也有自己的兴趣 不同的科学家也有不同的兴趣 我自己很喜欢两种东西 一就是去旅行 因为去旅行的感觉 就好像做科研 尤其是我去一个我从未去过的地方 我就会觉得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探索 就好像做科研 我可以全世界看文章 或者书都没有这种东西 我就可以去探索一些 未见过的东西 另一个我需要做的就是行山 因为这个是锻炼毅力的一个活动 我自己觉得 做什么都好 最重要是有毅力 我是不会放弃那些人 我设立了一个目标 我就一定要完成 我觉得行山也是一个挑战自己 令自己不放弃 因为很累的时候 也很想放弃 但不行的 我不可以召直升机 把我吊走 我就要继续走下去 所以这是另一种 但是我喜欢断裂自己 或者令自己 当然它有其他好处 令自己身体健康 但是我都会喜欢做这些户外的活动 而且我也很喜欢接近自然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科学都是一个自然里面的探索 我们人类探索自然是做得很好 但我们控制自然是做得不好的 所以我会觉得经历这个阶段 可以令自己想到一些新的方法去控制自然 例如如何去治疗病 有没有其他同学都有些问题 我想问你 刚刚有说过 有做实验的时候有些老鼠 那在哪里找一些有心脏病 还有有糖尿病的老鼠 我们这些都要自己做出来 那就是 譬如我想要糖尿病的老鼠 就是这样喂他吃糖 就是他每天都喝糖水 喝了三个月他就有糖尿病 我们就会用这些 就是自己做一个模型出来 譬如心脏病 我们就会砸了他的血管 那就模拟失了血管这个情况 这样就会用一些活体的模型 当然 除了用老鼠之外 现在会比较流行的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叫Organoid的一些细胞 就是可能去模拟体外人的一些 Organ的技术都有的 其实我都 我自己感觉到 会不会做科研的人 其实压力真的会很大 因为其实是一个很增分奪秒的行业 其实这个压力都应该大 那其实譬如我 你会怎样去舒缓这个压力呢 因为可能其实他们学生 就未必在做科研 但他们读书上面都有压力 那你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 那其实你有没有什么方法 或者可以和我们在座的同学有分享一下 嗯 其实我会觉得 这个增分奪秒当然是会有的 但是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成功都要靠运气 如果你好运气可能就是快点 但是其实我自己也会觉得 嗯 我不会看得胜利那么重要 其实我经常觉得 我虽然很多人都跟我赞 但是又想到一模一样东西的人 其实不是那么多 就是可能我都坚持自己做的事 都总会和别人不一样 那这个是第一 第二就是真的 不可以看得成功那么重 因为你学习的过程 其实都是学到东西 也不一定最好的学生 是最成功的 所以不一定要看到成功 或者成绩那么重要 我自己觉得 有没有同学都会有其他的问题 我想问就是 就是做实验 刚刚你也说过 就是做了很多次实验 例如 都真的会失败过 例如你把DNA塞下去 心脏道可能会水肿 那你有没有 会不会觉得是很挫败 或者你之后是如何收拾自己的心情 和你的团队一起去研究 这个是好问题 因为其实呢 做实验的成功率是很低的 因为大家想到的东西 可能很多时候都是失败的 那我自己也经历过学生 所以我就是一个老师 可以判断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都是面对不到失败 就是他们觉得做 做极都不行的 做极都是败的 他们会放弃 所以我会觉得 首先就是有兴趣 如果你有兴趣做 那就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你要做有兴趣的东西 第二就是说 其实都要尝试 可能一个project 你很幸运 就是运气都很重要 你很幸运就是三年做完 不幸运是十年都没做完 所以面对失败都要平常心的 因为很多时候 看看你觉得什么叫成功 是不是一定要做到某样东西才叫成功 或者我增加了自己的理解 我已经觉得是一个小成功 这是心态问题 你说不压力这种东西 所有阶段都有 如何去面对压力 就是一定要用平常心去面对 真的不能看得那么重 尤其是考试得一次 你不能用一次的考试去评论一个人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原因 他考得好一点 所以有时候都要平常心去面对 我当然都会用自己的经验 去跟学生分享 他们初一进来就觉得 我做一个实验一定要有一个成果 其实不是 我们真的做科研的人都知道 十个实验有一半成功已经很了不起了 其实大多数时候都会失败 所以 但是他看到我都可以做到今天了 我都面对了很多年的失败 我会觉得 你都要相信 失败乃成功之无 或者我又代同学问一问 其实我都相信有些同学 其实他可能都很想做这个科研的那条路 那其实以你行内 就是过来人的身份 你觉得真的有些什么特质 或者需要具备一些什么的条件 或者基础 其实他就比较适合 或者其实他可以去做多些 就是将来他定立自己是做一个科研的路呢 就是这样 我觉得 譬如 要 首先 我经常说来说去 就是兴趣才是最大的老师 你要喜欢 第二就是你不怕失败 因为我 其实我也有收过一些很聪明的学生 但是他们很怕失败 所以最后他们都做不到 所以你如何去面对失败 或者如何看 做不到这件事 第三就是要努力 因为其实科研是一个需要努力 我现在很轻描答 我告诉你 我做的实验 其实我以前是 就是做到半夜三间 一两点 自己走回家 都经常有这些事情发生 可能你要很努力 你也都要很专注 因为如果你同一时间有十个想法 我如何试试十个 就是可能我就是那种 我不可以放弃 我只做好一两个 才可以想第三个 我不会同一时间开始十个项目 亦都是其中一个 我自己觉得是可以 重要的一个元素 这个我自己很有兴趣想问 是的 其实我想看看 香港其实 都是一个科研的基地 香港做医学 或者叫医学的科研 其实在整个世界的水平的位置 是否属于前列呢 因为其实我都觉得 其实我们很多科研的人才 譬如鲁铭雅 徐立芝那些 但其实我们香港做科研 其实是否有一个高水平呢 嗯 这个问题就有点难答 因为都是看领域 譬如你刚才说的 鲁铭雅 徐立芝 他们在自己领域 都已经是世界级了 都有些不是世界级的水平 但我们香港的学校 其实有五间都是全球100 Top100的学校 就是我们用这个水平去看的话 我们都是一个很高水平的学校 就是我们香港有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个很高水平的一个院校 所以都会做到 尤其是近年政府都投放很多资源去吹谷这个科研 以前就好像大家 会觉得我还要说服妈妈去做科研 现在可能希望这个趋势会变 因为政府都很支持科研 我会觉得我们都具备有很多做科研的特质 的元素 所以我都会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 都可以沿着自己的兴趣去走自己的路 如果我身为家长的角度 可能我都想我小朋友将来可能是做医生 比做科研的更好 是的 我明白的 但这个现象也有点奇怪 因为不是世界各地的地方 做医生也是最好的 是的 有没有其他同学都可以问一问 是的 好 你好 刚刚你一直说有兴趣 坚持自己的兴趣才可以成功 我想问当初你怎么找到自己的兴趣呢 可能你要认识 首先你不认识那件事 你不会有兴趣 所以可能你要认识多些 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机会 大家认识什么叫科研 或者科学家是怎样的 这个也是很好的start point 你知道 你认识了那件事 也要去试 比如我自己也是做过训练 比如我读碩士的时候 在香港读的 其实我为什么不去外国读呢 都是其中一个原因 我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兴趣 因为做科学家 都是有点难的 例如要捱坚底夜 或者是面对失败 不是个个都可以的 其实很多人都不行 所以我试完之后 我觉得自己是可以的 尤其是 可能我的同学仔 已经出来赚了很多钱 我还在捱着的时候 都会用兴趣 去令自己继续走下去 好 有没有其他同学 好 我见到你 我见到你现在这个研究 主要都是apply science 但是我留意到的是 可能认识一些人 他是做一些basic research 会不会有一些资金 即是不够的问题 如果有不够的问题 通常可以怎么解决 还是常常都会被逼放弃 这个也是很好的问题 其实都要看一下 我们在哪里看 其实我们的basic science 是很有用的 因为它是科学的源头 其实在美国很多的 诺贝尔奖都是由basic science 所以我们不能说 basic science是没有用的 我会觉得 资金也不是的 都有些资金是会去支持你 去做basic science 其实 所以当然 最后的basic science 都会是apply 会更加好 因为科研也是一个 烧钱的工作 如果我们只懂得 烧钱不赚钱 可能都很难长远地 sustain 所以我会觉得 有两条腿走路 一条就是研究新的basic science 另一条就是将它apply 那你就可以拿得多些的钱 去支持自己basic science的工作 去做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 这个同学 不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就是 希望以老师的身份 看看有没有指点给同学的 其实你有没有一些建议 给他们可以在一个学习方面 其实有没有一些要缺 要点 其实 因为我都相信 其实读书 你一定是很聰明的 其实有没有一些点拨 可以给到同学 其实他们怎么可以 在读书方面 其实可以有些经验的分享呢 如果想起大家的年纪的时候 我都很喜欢读书 又是有兴趣 因为我喜欢一些新的东西 我在那个年纪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多东西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会很想去了解 我也都常常去图书馆看书 读书 可能都要 首先你要对读书有兴趣 你要想到 总之 如果你有最好的motivation 都会有兴趣 尤其是不一定我全部科目 都需要读得很好 可能有一两科 你很喜欢的 你都会放多些时间 还有 不懂的时候 我以前 我好像你们的时候 我是没有电脑 不能搜寻 我一定要回学校找老师 其实大家可以搜寻 Google search 就可以看多些 可以知道多些 有没有同学都很想把握这个机会 就 是的 今天都很感谢 Professor Nui 跟我们分享一下 不论是专业的方面 和一些他自己的科研的心路历程 都很感谢 给一些掌声 是的 谢谢 好